大家好 我是英国注册钢琴技师汤先帆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一些 调音器、音准器、相关的Apps 或者Program 有些人会比较喜欢这些产品 可能会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是21世纪现代人 不信科技、科学信什么? 第二,费用又不是很高 第三,使用又方便 所以有些人会比较偏好相信这些产品 好了,关于组装 它的零件的准确性 这些角度的文章 其实我都写过 现在就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些产品 我开始之前就要讲一下 一些关于十二平均音率的历史 十二平均音率就是所谓的12 equal temperament 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用作调音的准则 当初就是百多二百年前 由数学家提出 也有一个方法去做计算 深水清的朋友看到这里 就可能会想 喂,汤先生 电脑最棒的是什么? 就是计算 越繁复的数字叫它计算就越好 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有科学人员就将一套 将一部钢琴以纯数学的方式 计算出来的frequency 去做调音 结果发觉到中间OK 但是向左右 即是向高音低音伸展的时候 发觉到一点都不好听 就好像走音一样 这个已经在学术界证明了了 在1938年OL Ray Speck 所发表的论文 在论文里面也指出 这个原因就是 Inharmonic corrections in the overtones spectrum 这个已经是学术界证明了的一个事实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泰国学术性的东西我也不在这里说 所以我们做调音师傅调音的时候 调整了一个十二平均音的中间 然后向高音低音伸展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个叫做stretching 的步骤 去compensate 这一点 问题就是stretching 是没有formula计算出来的 所以 没有办法program 没有办法计算的东西 你部电脑有多好都没有用 对不对? 大家可能会问 既然没有办法计算 那现在那些电子仪器 apps software 怎么来的呢? 那说到这样东西 那么聪明的商人 和project engineer 那些product engineer 那些工程师 那些工程师 当然不会令到你空手而归 那最简单一个方法 比如就是 找一部钢琴 找个师傅 调完音 逐个音录下去做data 那你有一套data 那你就有一个资料去做比较 但问题就是说 钢琴是有一个独特性的 比如说不同的设计 不同的音板设计 不同的hammer striking point 的设计 就会令到最终做完stretching 那个音准 那个frequency 的数字 是有机会不同的 所以发觉到越是贵 越是advanced 比较高端一点的program apps 和调音器 那其实就会有越多option 给你选择的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记下了不同类型 不同model 不同design的钢琴之后 就让你去选择 去比较 使用一个最接近的data 去给你用 所以到最后 其实那套data 其实准确度 其实也是会有偏差的 所以希望今集的内容 可以令到大家 对于这些调音仪器 有一个更加平衡的看法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找到我的contact information